大家好 我这一盘十几斤的山药 摘到地上长得这么长 挖了大半天才挖起来 然后挖起来了 现在又是春季 我打算重新摘种等明年收获更多 这么粗壮的一根 都有差不多七八斤了 在我们当地摘种山药其实非常简单 把这一上端这一段去掉 这里已经有芽点了 把这一段摘到土里的话 这个切口我们可以晾干 如果不用晾干的话 我们可以蘸一下草木灰 因为草木灰有碱性的物质 可以二字四斤滋生而繁殖 这一次摘种 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米袋 上面放有一些比较疏松透气的土壤 把它摘到这个米袋里面去 以后等这个山药长大了 长生了 我们采摘的时候不用那么麻烦 挖得特别深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摘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选择疏松透气的 含有丰富的 富极致的花生壳两份 接沿土两份 接猴砂一份 有些人担心这个土壤会出现板结 这种土壤我们可以添加10%的纯羊分 因为羊分质地细腻 干燥 含有丰富的富极致和有机制 能使土壤的粘强度降低 养分解非常快 容易被植物吸收 摘种的时候特别简单 把这一段插到土壤里面 覆盖就行了 等过段时间它就会重新萌发新芽出来 我们平时只要多浇水 浸测看就可以了 这个袋子不会出现积水 我们可以从底部这里穿着一些孔 增加它的白水透气性 好了 喜欢山椒的话 我们在这里栽培的话 可以用一个袋子米袋 或者是更大的蛇皮袋 这样的栽种采摘方便 而且年底收获的时候 很满的一盆 非常精细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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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